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声小说王牌计划 作者卷土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五天 第八百五十一集 何况围攻他的这些人的精锐程度 实在是也过分了些 雷洛能够相当轻松的扛下他的普通攻击 胡华豪联手乌杰克 在力量上也是与他扯平 心源与前雷者佩恩 对上了弱智 导致抗性极低的徐楚 当然也是站进上风 何况旁边还有一位长身 赵子龙 董昭和徐楚掉落下来的钥匙 自然是当场开启 有价值装备呢 一共有两件 一件是董昭掉落的 徐楚手上的锤子也掉落了出来 属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卫国文士金 绿色装备 装备前需要通过灵魂绑钉 装备需求精神力150点 增加精神力25点 体力值30点 增加技能伤害值 治疗值 反显得阴性成功 使得穿戴者的精神力恢复速度 增加15% 装备自带技能 回馈 可以将你的精神力转嫁给友军 每次转嫁的精神力不得少于10点 但是不能超过30点 转嫁后的精神力将在12个小时之内消散 转嫁的精神力无法提高友军对异常状态的抗性 无法提升友军的技能威力 只能补充技能消耗 徐楚的巨型战锤 银色巨型装备 仅能由三国名将徐楚跳落 乃是用天外云铁加上桃花木的饼打造而成 本武器无坚不摧 装备条件 力量150点以上 体力值上限1300点以上 灵活运用条件 力量值180点以上 体力值上限1500点以上 攻击强度50至50点 附带25%的几率粉碎效果 对周围5米内的敌人造成100点无视防御力的伤害 本武器击晕敌敌人的几率增加25% 本武器攻击敌人的时候将无视敌人装备和技能产生的躲避效果 武器自带技能 雷霆一击 蓄力后 重击前方地面 对武器直接接触到的敌人造成150% 同时产生剧烈的震荡波 对周围10米内的敌人造成400点吐息伤害 并且使其攻击速度 移动速度降低45% 冷却时间30秒 使用本技能将耗费15%的当前体力值 武器自带技能 沉重 沉重的战锤使得装备技能附带的任何增加攻击速度的效果 都对本武器 动 那些绿色装备 魏国文士金 欣元和前雷者佩恩都看上了 邦林也有些异动 但是还是舍不得自己头上的锂点的头巾 那个附带的光环 于是直接pass掉 由欣元和佩恩两个人一起竞价 结果 欣元出到15万积分购得 学处的巨型战锤 则是被物捷克和雷洛外加刺刀三个人看上 物捷克和雷洛肯定是要给自己用的 而刺刀则是直接说了 这几天手头紧 要买来赚上一笔 这三个家伙 此时对上眼之后 谁都不肯让步 当然 也是因为那把锤子 高达500点的超高上限攻击力 实在是着实的诱人 再说 雷洛和刺刀以及物捷克他们几个那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交情 根本就无事了 这位体力天王早就不止一次和方林他们打过交道 知道方林这个人呢 还是很有原则的 要杀自己早有大把机会了 他绝对不会等到现在的 对他们提出来的联手自保 他根本就不上心 这时候大力当前马上撕破脸 无视交情 爱咋咋的 有雷洛这个大脚屎棍子在里面掺和着 新来这几个人之前的同盟 顿时宣告是土崩瓦解了 而这正是方民乐于见到的 他最忌讳的就是下面的人阳奉阴为搞个小团体 自己的指令无法施展到实处 这样一来 这些杰傲不逊的家伙 当然只有乖乖听话了 也可以在管理上少费那么一点心思 最后这把巨型战锤 居然最终落到了马达加斯加的手上 这家伙一开始那是不动声色 最后却是突出骑兵 按理说 分赃的时候 方民他们五个人一体 那肯定会分到大头的 所以要拿出他们五人认可的满意的关键的东西 也就决定了竞价的成败 马达加斯加这家伙 竟然是一下子拿出了五架按金装备来 这五架按金装备的属性 其实都不咋的 属于那种鸡肋型的 不过对于方林来说 那却是十分急需的 因为他正是需要这按金装备 来分解出里面的精华 从而来做自己的专属装备任务 就算分解够了 将这五件装备抛售出去 那也是天价呀 徐楚和董昭义死了之后 方林他们的任务完成度 再次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这儿的曹军 因为这士气低落 立即全部逃窜而走 剩下来的那些 灰碎的三国时期 劳动人民心血的巨型龙如呢 就可以可怜巴巴的处在那儿 随他们处理了 毫无疑问 将之破坏掉 就可以完成这个世界的 黄金支线任务 顺利的回归了 不过 方林他们当然不会 就直接这么干的 方林 观察了一会儿地形之后 直接在那处巨型熔炼炉的下面 挖出了一个且深且小 的坑洞 让新元丢了一枚 遥控精神力炸弹进去之后 然后将这土 重新的回填 当真做了一个是 天衣无缝 曹军就算是以后回来 那绝对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破绽 那绝对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破绽 熔炼呢 也就可以正常的运作 不过 一旦新元引爆炸弹 那把这山体崩溃 这巨大的熔炼炉 轰隆隆滚下山去 想不破坏都难呢 曹军的援军 撵着方林他们的屁股 赶来了 而且一来 那就是两百余计 虎豹齐 安格说起来 方林他们也未必就怕了这些虎豹齐 不过 他们却是怕他们这后续的 源源不断的援军呢 所以也就是且战且退 赶紧逃走 好不容易将这些家伙 赶紧甩了 中人寻找到了一个山洞以后 便开始休息了起来 这火光熊熊 映红了洞壁 而烤熟的瘦肉呢 也发出了诱人的香气 白天那一战 只能用干净利落四个字来形容 不过呢 却也没什么人兴致勃勃地进行探讨 因为人人都清楚 这至圣的关键 还是在于方林的调度和谋划上 至于其他东西 说直接一点的话 那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么着一个区区二世界的黄金支线任务 出动到如此豪华的阵容 您都不能完成 嘿 这才真是华天下之大吉呢 方林他们在离开的时候 也带走了董昭营帐当中的大部分的军事资料 这时候 距离菜轮造纸已过百年 纸张基本上已经普及 所以携带起来也并不是不方便 在方林看东西的时候 四下里都是一片的安静 就算有人说话 那也是轻声细语 就连悟杰克拿出福特加的金属酒壶 仰头痛饮的时候 也是竭力的避免的酒水流过喉头的声音 不那么的响亮 他们都在尊敬方林 确切的一点来说 是方林已经拿出了值得让他们这么做的尊敬的实力来 再多的资料也都有看完的时候 就像是再漂亮的女人也有变老变丑的时候 方林翻阅完手中的东西以后 眼中是光芒闪烁 坐了好一会儿之后 这才徐徐的说道 你们的想法没有错 这个世界里面 却是留下了可以提前引诱出张辽的方法 我先前只是猜想 现在 终于可以肯定了 提到了张辽二字 众人那倒是精神一震 他们是千辛万苦来到这儿 不惜放下脸面和身段 付出大量的代价听人调遣 那不就是为了张辽这家伙吗 方林想了一想 用一种对自己说每个字都会负责的态度 谨慎的说道 将张辽从他的老窝里面调出来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我也只能保证这一点 届时他身边的护卫 也很可能是从众若云 不知道各位 有什么看法吗 此刀首先问道 也真有把握 将他从那个该死的密室里诱出来 旁边的雷洛耸了耸肩 刺刀在他们当中心性最是直肉啊 因为当时他在被权动者联盟当中的地位 已经很高的缘故 所以刺刀进入到三世界之后 第一次经历黄金祖先任务世界 便已经可以自由选择 刺刀是对于去三国世界 还是去西游舌转世界的 犹豫不决 根据资料显示 金鱼精内丝的锤子 实在是过分可怕 刺刀觉得自己要是上去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被张个边 那可就直接被秒了 所以毫不犹豫他选择了三国世界 这么着一来啊 他就整整搞了四次轮回 刺刀接连不断的在张辽那碰了足足四次弊 第一次呢 因为准备不足 连张辽哥的面啊都没见着 直接就被赶了回来 第二次乃是运气最好的时候 足足砍了张辽十七八刀 还算是见识到了张辽这骑马作战的二形态 不过啊 那一次刺刀是闲死还生 所有的队友死了个干干净净 他自己还耗费了直接无视任务 直接脱离世界的黄金道具 这才成功地逃了回来 至于这第三次第四次 唉 那就往事若丰 不必再提了 因此 刺刀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 张辽内里那个狭小恶劣的作战环境 无时无刻的 不从这头顶上掉落的钉板 那完完全全就是彻头彻尾的噩梦啊 还有要见到张辽之前 那一大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 可以说 在面对张辽的时候 能够剩余下来七成十里 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因此 刺刀虽然知道方宁这个人 绝对不会在这种大事上开玩笑 但是 还是由此一循 方宁点点头 说道 不错 我有把握将它诱出来 刺刀是长城呼出一口气 眼里凶光闪烁地说道 他敢出那个乌龟壳 那就最好不过了 你果然厉害 旁人顿时就投来了精疑的目光 尤其是这马大家斯加 他和刺刀两个人同时为敏捷特长者 又在这被选中的联盟当中 若是没有比较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俗话说得好啊 最了解你的人 就是敌人 因此马大家斯加十分清楚地知道 刺刀 攒出厉害两个字 这可是难能可贵的 便是哈迪斯 也没能得到过他这种 心服的待遇 方明微微地摇着头啊 说道 你们也不能太乐观了 我估计张辽即便出来 也绝对不可能单枪匹马 必然是在万军拱卫当中 这一点我可是要讲明白了啊 唉 若是那个人在就好了 雷洛他们一听其道 那个人是谁啊 方明他们此行 可以说是超豪华一流的阵容 无论是哪方面的特长者 那都是梦魇空间当中 顶尖的人物 甚至绝对不会逊色于 全是十强者的阵容 而听到了方明话中的言语 竟然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他们无可替代 甚至是更知能够将其给比下去的 这几个家伙 那都是心高气傲之人 听方明这么说了之后 哪里肯服气 顿时默然不语 妄想方明 显然呢 是想要方明说个究竟 这人到底是谁呀 方明叹息了一口 唉 就是我的这个仆人 他那个老朋友 叫做艾莫生的 艾莫生 误解可皱着眉头说的 是合金弹头里面 政府军那个首席科学家 这个家伙贪婪无比 做事十分龌龊 怪呆着 唯利是图 我记得我找他强化武器 先交了一万积分 看似十分公道 但接着才对我说 一万积分是手工费 接下来还要给材料费 折旧费 他妈的 最后连青春损失费 都要我付 难道愚者你说的是他 与之后事如何欢迎您继续收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